早前去了世界各地游学的邓紫棋终于归来 8月17日身材奕奕的他出席千诏活动 提到自己前一天的22次生日怎样去度过 他表示 就只是在教会里面 就是有跟教会的朋友一起 就是他们有唱给我听生日歌 然后其实其他的时间我都留在家里 然后我练练歌这样子 就不是真的好像以前 哇生日要好几天出去庆祝 至于男友林佑佳可有来港陪班 邓紫棋的校园叫记者自己问他 他不是代言人 但他也有收到林佑佳的生日祝福 这个你要问他 你要问他的状况 因为他的行踪 我不方便为他 就是说我又不是他的代言人 这个生日我自己收到一些生日卡 然后就很多人给我祝福 无论是email传来的 还是就是whatsapp传来的 都很多很多的祝福 他应该也是吧 如果我没有看错名字 日前陈静退出娱乐圈 闹得沸沸扬扬 艺人压力也再次被广泛关注 而近期被疯狂之论练情的邓紫棋 也感觉压力好大 但他却有了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真的必须要在这个圈子里面 需要去调整自己的那个心情 就是不能人家问一些 让你不开心的问题 然后你就真的被影响到不开心 所以真的要学会幽默一点 没想到年初 因炮轰叉颁奖李悟空 以及被老牌歌手珍妮 指责不懂礼貌 成为话题女王 现在就这般懂事乖巧 看来爱情确实令人变得成熟 搞得小编也是很期待哦